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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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在這十年的臨床營養門診發現 有很多人他只是光靠算熱量或是少吃 其實他並沒有辦法達到健康或是瘦身的目的 過去其實我們在醫院的營養的部分 都是建議大家可能你的碳水化合物 要到50%到60%之間 可是現在人的飲食是非常的精緻 而且我們其實餐餐很多都有大魚大肉 所以已經不是那種傳統過去農業社會 你可能要到過年過節才有肉、魚 你才有這些豐富的蛋白質 所以過去都是一個有青菜、豆腐配飯的社會 可是現在我們不僅是吃了很多的飯 然後麵包還有各種的糖、飲料 另外你還吃了很多肉、蛋白質這些部分 所以因此有很多會造成我們一些肥胖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想說出一本這個 減糖料理的這個食譜來告訴大家 那其實在書裡面我們也告訴大家有分很多的階段 並不是每個人就要直接就進到一個極低的這個糖類的攝取的部分 你還是需要循序漸進的 其實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所以其實我們這本書呢 我集結了很多我們臨床的案例 有很多人啊它是像是排便不順啦 或是水腫型 甚至是月經不調、睡眠不調的一個情況 那並不是說只是 我認為減肥並不是少吃多動就可以解決的 你還要看你身體的一些反應 譬如說你是為什麼排便不順 那你是為什麼壓力很大 那你有沒有辦法在飲食當中找到適合的營養素去 對應你的身體 我們來對症下藥來解決 我會認為這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我認為啊 任何想要減肥的方法 其實都不能夠用塑效 因為我認為說 如果你只是靠減肥藥啦 或是抽脂手術 其實呢你是很容易腹胖的 那我們會認為說 你要養成一個好的適合你的生活習慣呢 它是必須要時間的 所以在本書裡面 我給大家就是五個階段的方式 那讓你是循序漸進 那你可以去檢測說 我現在是在哪一期 我可以怎麼做 那有一個非常詳細的指引 那建議大家 其實我們在這本書裡面告訴大家 其實心理狀態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不是別人直接做第三階段 或第五階段就很有效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 那其實你也不用回心 只要你開始再做了 就已經在這個路上了 那我們會支持大家 有些人呢 兩個月你可能就已經跑完這五個階段 而且效果很好 可是呢 有些人你可能要到一整年 才會做完這五個階段 但是也沒關係 只要找到一個適合你的飲食方式 你的身體一定會給你回饋的 你會覺得是舒服的 而且有精神的 而且呢 瘦身叫做附加價值而已 瘦身叫做附加價值而已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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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